5月19号下午,正在进行法国女足世界杯前最后阶段备战的中国女足赴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训练 据悉,本次集训是中国女足出征法国前最后一期训练,为期19天 训练前,几位中国女足国家队队员接受了媒体采访 中国女足队员王珊珊透露,在近日中国女足与男足的两场训练赛中 经两队教练商议,男足分别模拟德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打法 配合女足进行战术的调整,以便更好迎战世界杯 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教练也跟他们男足的教练沟通了 说两场比赛第一场模仿德国,然后第二场模仿西班牙 然后根据不同对手我们有不同的战术和模拟吧 作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前卫,刘珊珊一直是中国女足的主力队员 已是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他坦言,自己比四年前在心态上更成熟 也希望能在团队中发挥老队员的作用 我觉得在心态上吧,首先比上一年可能要更成口一些 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站出来 起到一个老队员该起的作用吧 2018年3月,国际足联投票通过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 启用VAR技术及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这也是VAR技术首次应用于世界杯 当被问及针对这一新技术中国女足是否有做好充分准备时 中国女足队队员黎英表示 队员们已专门学习了相关的知识和应对策略 中国女足本次世界杯的参赛目标是夺取冠军 我们已经就有专门已经学习过这方面的知识了 然后我们了解的也比较深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吃亏吧 肯定是朝着冠军去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要有一个目标吧,一个信念 然后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 根据队伍备战计划与安排 5月3日至21日期间 中国女足在北京20匹克中心进行为期19天的集训 这也是队伍出征法国前的最后一次集训